此前官方媒体曾报道,张长宁本赛季将会复出参加全国女排超级联赛,接下来意味着后续有机会回归中国女排,甚至征战明年的试联赛以及奥运会。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,应该都是非常开心的消息。 就在最近,在大家都非常期待张长宁早日和中国女排合体时,还真是收到一个非常重磅的喜讯,相信张长宁回归中国女排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 据媒体报道,最近江苏女排四名新老国手出席一场某中学百年华诞活动。 从当天的官方新闻照片来看,这四位球员分别是张长宁、龚翔宇、凋零宇以及吴孟杰是中国女排的四朵金花。 其中,龚翔宇这三位队员穿了亚运会的颁奖服,而张长宁因为此前缺席中国女排的比赛,这一次则穿了一身红色的外套。 尽管宝宝和其他三位队友的衣服有些不一样,但依旧非常喜庆,令人为之一阵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张长宁传出复出消息之后,首次和中国女排其他队友一起合体亮相,这多少让很多球迷非常兴奋。 从路前来看,既然说长州体育局已经确定张长宁将会付出征战新赛季的联赛,意味着他的状态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问题。 当然从地方俱乐部过渡到国家队,对张长宁的能力方面要求自然会不一样,对于张长宁来说,还需要通过本赛季的联赛提升自己的竞技状态, 再结合后续高强度的训练逐渐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,把体能提升上来,争取早日达到国家队的要求。 到明年,张长宁就有机会助力中国女排夺得好成绩。 大家知道,明年中国女排的任务非常重压力很大,由于今年奥运资格赛,我们没能取得小组前二的成绩,非常遗憾,痛失奥运直通门票。 所以,明年的试联赛将会成为中国女排最后的机会,必须得拿到最好的成绩,甚至站上最高领奖台,才可以凭借亚洲区域最好的世界排名拿到唯一一张入场券。 对此,球迷自然期待张长宁能够早日回归,助力中国女排实现目标。 畅想一下,如果明年张长宁回归,再加上朱婷同样回归的话,中国女排三大主力朱元璋合体,主攻方面的火力得到充分的保障。 接下来参加式联赛确实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冲击冠军。 如此一来,我们就有把握把日本队淘汰直接拿到这张门票,代表亚洲来征战本次奥运会。 接下来,希望张长宁好好休息,好好备战,在今年全国联赛中不要出现受伤的问题,好好调养身体,以赛带恋。 争取明年有最好的状态,回归中国女排。